酒后对公寓保安报粗口 在医院嚷嚷辱辱骂护士和警员 事后又被报申请工作准证时撒谎 称当秘书却私下到处陪酒 吴兆陪酒女郎今天任罪后 被判坐牢五周五天和罚款600元 29岁的中国籍被告韩非子 共面对八项控状 包括一项公共滋扰 两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 三项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 以及两项抵触人力法令的罪状 控方以其中五项加以提控 另外三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 他今天25日在新加坡国家法院 通过视讯方式认罪后被判刑 根据案情 被告本月3日9后返回滨海湾公寓住家时 公寓保安发现他蹲在一楼 问清他的住家单位后 好心要搀扶他上楼 但在等电梯时 被告突然对保安五次报错口 期间也多次推丧保安 后者最后报警 本月11日 他因被车子撞伤脚板而到中央医院求医 但在医院里大声嚷嚷 还辱骂一名护士 也拒绝配合戴上口罩 院方因此报警 根据控状 中央医院报警后 他也不配合前来调查的警员 不仅拒绝配合录口供 还拍下自己跟女调查官争论的视频 另外 被告今年8月11日提交工作准证申请时 谎报自己受雇于KDL Elements私人有限公司当秘书 然后在没有合法工作准证的情况下 在本地各地点当兼职陪酒女 人力部的主控官在庭上表示 被告来新加坡主要是来玩乐 根本没想要工作 他说谎骗到工作准证后 没有做过任何相关工作 被告在通议员解释完案情后 隔着屏幕鞠躬道歉 他说十分后悔自己的行为 愿意毫无保留向所有人道歉 被告也写了一封求情信 称他来新加坡的目的 主要是想在短时间内赚足够的医药费 因为有三个亲戚得了癌症 其中一个还是癌症晚期 他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才来这里打工 落得如此下场 并非他所愿 只希望法官开恩轻判 让他早日回家照顾家人 陪伴父母 他也说去医院前遭遇了交通意外 当下彷徨无助 之所以在医院里喊叫 是希望有人可以帮忙他 种种遭遇让当下的他倍感压力 对于之后在社交媒体上的铁文 他也愿意道歉 据了解 被告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拥有26万粉丝 他早前在另一个粉丝人数 不到1000人的小号上 发布了两段 自己跟女调查官争论的视频 视频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 被转载之后疯传 他过后在本月13日被控6项罪状 昨天24日 在另外被加控2项罪状 他两次面控时都表示愿意认罪 法庭虽然允许他保释外出 但他相信是无法找到担保人 自从首次被控后就一直被怀压至今 他的刑罚因此也从他被捕日期开始算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